-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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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没事吧,兄弟? - 我没事儿! - 乘多,带她到安全的地方! - 好! - 伯阳姑娘,走吧! - 走啊! - 走啊! - 不要走啊! - 不要走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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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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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统抓起来! - 投入大牢! - 放着! - 你身为父母官 - 怎么能不问缘由胡乱抓人? - 你是什么人? - 你竟敢成一本官! - 没人! - 将这个狂妄之徒 - 给我就地重达五支大本! -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 皇上已经下令了开仓救济! - 已经有足够的救济粮发下来! - 怎么会不够吃? - 居然还以发灾民不动! - 我已经查得很清楚了! - 真是你中保司长了! - 原来是你这个狗官抢了我们的粮食! - 打死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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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住手! - 大家冷静! - 一味的长兄道狠! - 能解决问题吗? - 此人虽然私有余辜! - 但是,会有宠治他的人! - 我们不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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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口! - 不信! - 藍用私刑! - 就是藐视朝廷法计! - 都别动手! - 都别动手啊! - 都别动手啊! - 都别动手! - 下官等接驾来迟! - 请高阳王见下恕罪! - 高阳王见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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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都起来吧! - 来吧! - 来吧! - 来吧! 大家不用害怕 灾祸无情 但朝廷并非无情 请你们放心 朝廷不会让你们爱恶 太好了 你们都是大魏的子民 朝廷绝对不会 弃自己的子民运不顾 不叫我殿下 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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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叫我殿下 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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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愣着干吗 我就发粥啊 先走 坐 不要你娘 这边请 刚刚谢谢你救了我 你这个人真是让人不省心哪 你一个女孩子家 跑到这种地方来做什么 我跑到哪儿去 不劳殿下您费心 先走了 喂 胳膊好疼 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 是不是胳膊舌了 不可能 好疼啊 你伤得很严重吗 你说呢 棍子都打成三劫了 能不严重吗 那有没有药 没有 有 殿下 我这儿有药 赶紧给他擦上啊 好嘞 殿下 你觉得你 你 会擦吗 我 我 擦好 擦不了 擦不了 那那那 你 你来擦吧 我擦不了 突然脚崴了 你这脚崴都擦不了了 上哪儿了 就大概是这一片 都很疼 刚刚怎么挡的 我刚刚这么挡的 我 我自己 自己抹 骗子 我 要我跟你开个玩笑的 你何必当真的 从上次见面之后 我们再见面 你怎么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殿下很了解我吗 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吗 骗子 怎么样 大骗子 我看 就碗頭盯着她 把她安全地送回去 知道了 骗子 她说你是骗子 原来住在这儿啊 行了 任务完成 打到回府了 殿下 您别告诉我 您是来祈福的 我来祈福怎么了 如今灾祸四起 我为了灾民 为了大魏祈福 有什么不对的吗 殿下 这祈福什么时候不行啊 您为了灾民那事 已经好几天没歇着了 这铁打的身子也受不了啊 要好好休息 这样才想送城嘛 这位施主您好 请问您找谁 找李姑娘 请问李 我是来祈福人 请 小姐 高原王殿下来了 小姐 小姐 你怎么突然变得像只刺猬一样 浑身都是刺儿 让人无法接近了 在客栈的时候 你可不是这样的 当初我还不知道您的身份 我当然可以无忧无虑地 面对殿下 可是现在 既然我已经知道了您的真实身份 我怎么还敢像以前一样 跟您玩闹呢 你为什么不能啊 我永远都是那个为您父亲的拓拔骏 可是我已经不是那个 可可以安心听您父亲的李未央了 殿下 哦 常乐小姐啊 原来你在这儿 早知道 我早就来了 刚才 二妹是不是惹殿下生气了 二妹自小在乡野长大 所以不懂礼数 还望殿下不要怪罪她 她不是上书千金吗 怎么会在乡野长大的 啊 因为她八字不详 所以才被父亲送去 原来她从小就被家人抛弃 出境建议 所以知道我的身份后 才会如此谨慎 二小姐 二小姐请留步 小人有话要说 二小姐可知道 殿下最近有多忙啊 因为这次灾际 有十万多人受灾 贪官因此是中宝四囊的大有人在 殿下三天三夜不眠不休 才把这些贪官的罪证找到 可是他知道你在这里 他宁愿放弃自己的休息时间 也要过来找你 可是我想问 你是怎么对待殿下的 不说别的 就算殿下几次救小姐的性命 你也不应该这样对待殿下呀 你说的意思我知道了 我还要念经 先不送了 你 好无情的女子 其实奴婢也不明白 小姐为何对高阳王如此冷淡 高阳王殿下忧心灾民 不眠不休 在百忙之际却不忘小姐 可见对小姐 是真心实意的好 我又何尝不知道 她是真心实意对我好 可是有些事情 不是你们想象中那么简单 有些事我是不懂 但白纸担心 高阳王心情不好 还要面对国事 如此劳心劳力下去 身子 可承受得住 随我来 白纸磨磨 紫颜帮忙铺纸 是 小姐 我警告过你 不要缠着高阳王殿下 你当我的话是耳旁风是不是 这一巴掌 就是给你的教训 想跟我斗 此念不念 小姐 没事吧 没事 就一巴掌了 希望这是